是每一个打扑克的朋友 梦寐以求的奖杯 sorry 不是奖杯 是金手链 这条金光闪闪的金手链 自1970年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专业牌手 扑克爱好者 贪得意的游客 他们都为了这条金手链 花尽金钱 智力 体力 用尽办法地去比赛 最后都落空 今日的特别嘉宾 就是第一个来自香港的朋友 赢到一条特别的金手链 他 是安生曾 今天很高兴请到安生曾上来和我们做小姐的访问 很快就先介绍一下你是谁 因为可能有些人躲在山洞到十几年都没有上网络 就不知道 安生就是香港第一个在WSOP世界赛里拿一条金手链的人 你是第一个 那是什么节目 那是PLO的节目 PLO即是Omar 即是四个牌 Omar 四个牌 没错 那我看过直播 那时候看到你是 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有点紧张 最后你中了一条花就赢了 可以说一下你看到最后一条红心的时候的感觉是怎样的 看见那只牌之后就非常之兴奋 其实脑子也有点空白 就是一片空白 那么就兴奋 然后赢了那只牌 那只牌就变成红心 是不是全场 因为那个环境应该是有很多人在看着直播着 那时候就很晚了 也有些人在看着 但唯素也不是很多 但我看到的有Danny Piet Chan Michael Sizer 那些都在那里 是的 没错 最后拉一只红心出来 有没有想过那一刻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红心的时候 对手赢了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 有绝对有想过 那一局是我的确认是在说杀利的比赢 输了的话 我还是费力的 但是就多一点 对手也强 对手是一个平均的平均的平均 所以其实都会打 一定会打 真的输了那一局的话 也很难 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可能打多久也不知道 对 那次打了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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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打了多少个小时 我不记得了六七六个小时 都一段时间 对一段时间 对你来说 因为你的背景比较多 打cash game 其实六个小时来说是很疑气的事 没错没错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打最初的时候 你怎样开始接触到扑克这件事 都是挺有趣的 那我就在香港读书 没有出国外国留学那些 那有一天 上Facebook 看到一个叫做 Singer poker的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什么叫poker呢 当时是多少岁呢 要不介意说一下 2008年 2008年 其实都不是很久以前了 十年了 十年了 认识了十年了 那时就看到那个poker的游戏 上网搜索 什么叫poker 搜索了之后 挺有趣的 又发现原来有些人在 叫做有些朋友 做一些 局去玩 我就尝试一下去参加他们 那时候你有全职的吗 那时候你正在上班 那时候正在上班 真的当 你第一次玩的时候会觉得 好像逗地主坐大地 那时候有什么心态 对啊 其实就是好像打麻雀一样 类似poker这个afa 好像叫做 叫做鬼佬的麻雀 那个主力点在哪里 是由 爱我麻雀当作卫生麻雀 即是游水 那样 不 drei 这个可以take serious 平常对待 那个主力点 主力点就是 发觉到 澳门 原来是有 这东西是可以 24小时 都可以去玩的 你是可以跟Player之間去競技 亦都可以原來是賺到錢的 而且錢的套餐可以是很significant的 那就開始可以想 如果我贏到這遊戲 贏到這個遊戲的話 其實賺錢方面 其實可能都可以去想 可以去做全職 但是當時你自己的正職 其實收入都應該挺可見 起碼穩定 贏妻活兒一定沒問題 但要跳過去變成全職的時候 那一下壓力是不是很大 絕對有 你壓力就來自家人 你要接受到你的 某程度上可能中國人是比較難接受 因為首先他們不知道什麼叫Poker 可能是覺得賭錢 十賭九片 賭錢 無端端你一個正職穩定收入 為什麼你會叫他做一個賭徒呢 這件事我想很多人都有面對這個問題 沒錯 因為大家如果看得到這個訪問 很多人都對Poker有少許認識 都知道Poker不是一個完全靠運氣 也不是一個賭場有House Edge 賭場有House Edge 因為Peer-to-Peer的關係 所以那個Edge可以減少一點 所以你入到這行都很驚訝 很多人都嘗試 如果現在這個年輕人問你 拿一個這樣的經驗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可以試一下 你要看那個年輕人有什麼性格的本質 你覺得他適合入這行 其實打Poker這件事 我想你都會很認同 其實技術和心態很重要 心態非常之重要 如果一個年輕人來說 當然了 你首先要搞定過到家人的關 另外你可以去試一下 例如說你要有一個熱誠 對於這個遊戲 你要有一個熱誠 你要去找資訊 你要去研究 希望你的遊戲能夠改善 而去比賽到這個遊戲 但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我看到他們玩電競 可能一年賺幾千萬 沒錯 你覺得Poker會不會有一點青黃不折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又覺得也不是的 始終有不同的途徑 你說電競和Poker這兩件事 其實我覺得兩邊都可以發展到一個很成熟的市場 說回從小朋友開始入行到這個老行家 你現在成為世界冠軍 在PLO的世界 就是World Series of Poker 世界冠軍 很多Good的Players 都覺得可以成為世界冠軍 就是好的Players 但是你現在去到Next Level 真的成為世界冠軍 你跟那些Good的Players 你覺得你有什麼大的分別 其實都是我覺得經驗的累積很重要 例如我講了之前08年開始打開到10年 這個經驗來說 會磨練到你的 Mindset 例如你贏輸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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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 does變得很重 你知道每個人Expl stranded 資料金 很多人在Youtube看少少的Youtube 以為他懂得玩 人們在Youtube經常看到 人們很挑戰 拍桌子 沒錯 其實在現實生活很少 很少的 因為如果你說是很情感的一個人 你會比較難去贏 是事實來的 即是你一定要很平常心 很平常心 我也是 是否兩年前 兩年前你做過訪問 我不是跟你說 我未贏本軍 之後我很記得 我今天上來和你聊之前 我看我們的WhatsApp 他跟我說有第五 有第三 有第二 一直都很接近 但你沒有對自己 你沒有懷疑過自己 沒有懷疑過自己 總有一天是聽不到你 沒錯 所以這就是這個mindset 所以你說兩年其實 要拿一個冠軍 你說 說易不易 說難又不難 最終好像是 叫做 叫做 慢慢去 這次第二 這次第三 這次第五 總有一天應該會拿第一 終於拿了一條 這兩年中間 你拿了第二 第五 有沒有特別找一些 什麼coach 找一些人去訓練你 沒有 真的 靠自己 例如說 這次為什麼會 又差一點 是不是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打得不好 希望自己去改進 自己去找 我想很多人都搞不定 這個位 當他們輸的時候 就賴不好 贏的時候 又忘記自己好 這件事真的是一個 Poker Player 我想剛才你說了幾件事 可能不要挑 但這件事也挺重要 就是要對自己很誠實 我想很多Poker Player 都可能做不到 這個真的很困難 這個很困難 沒錯 那你現在就成為世界冠軍 再一次恭喜你 但是有什麼下個目標 有沒有一個要成為宇宙冠軍 就是要對著那些火星人 這件事 Poker Player 我覺得是自己一個 很喜歡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都會繼續保持 希望 例如說未來Vegas 都繼續可以有好成績 可能爭取第二條 第三條金手鏈 必須 另外你說 排名GPI這些 都希望可以 上到可能 Top 10 即是世界的 對 希望 這件事叫做一個 Achievement 曾經你在這個行業 有這個Achievement 我覺得是一個 很好的 這一世的經歷 因為剛才我們在聊天 你們給我看 我看 大家都在那裡 好像開玩笑 都有些流 拿著手 但在我眼中 其實不是那個 那個物件的重要 那個Bracelet 我在淘寶都買到 那個物件不重要 沒錯 Achievement 就是一輩子都沒有人可以抹得走 就是你在那一刻 就贏了這個世界冠軍 這件事 一輩子都可以抹得走 有些什麼可以跟家裡 即是在看我們的觀眾 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他真的想 成為下一個世界冠軍的時候 他有什麼步驟 你覺得 你一個建議 他可以這樣做 OK 首先要不斷去學習 知識 希望自己的打牌 或者基礎 可以一路 improve 另外就是 心態 即是你可能 試一次 試十次 試一百次 不行的 你要從當中的經驗去學習 那究竟 為什麼今次又輸了 或者今次為什麼差一點 那你一路學習 以及心態 你要保持 這個真的很難 這個是很難的 你做的時候 會發現到 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事情 最後一個問題 可以 wrap up 就是你現在身邊有很多打福卡的朋友 也有很多不打福卡的家人 和朋友 沒錯 他們拿著那個bracelet 的時候 他會不會感受到 你是香港第一金 這件事的普及性 在一些不懂福卡人裡面 會不會有人給你一個recognition 其實是挺有趣的 他們例如說 Facebook貼完之後 這個叫做 香港第一金 go bracelet 很多人會問 這是什麼來的 究竟是 好像不是太熟悉 可能你要上網搜尋 其實有些分別的挺有趣的 他們會搜尋完之後 都會覺得 原來第一名 第一金 但其實他們都不了解 WSOP go bracelet 對於 那你拿到了 我再一次恭喜你 多謝你 希望你 不止一金 兩金 三金 四金 十金 甚至乎成為 有之內 拿得最多的bracelet 這件事 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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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